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台货船持续搁浅至苏伊士运河双向交通瘫痪 恐打乱全球能源供应链 赵少康将赴中国国民党中常会专题演讲 岛内七成第一线医护人员对阿斯利康疫苗持观望态度 专家分析原因 好 下面进入今天的详细内容 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24号主持例行记者会 针对有记者问 巴拉圭方面发表声明称 有人向巴拉圭政府提供中国疫苗 但条件是 巴方必须和台湾当局断交 同中国建交 声明称 目前尚不清楚这些人是否代表中国政府 中方能否证实对此有何回应 华春莹表示 他不知道这些消息从何而来 疫苗是拯救生命的希望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 中国始终秉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卫生健康共同体理念 率先承诺并践行将疫苗作为全球公共产品 努力实现疫苗在发展中国家的可及性和可负担性 中方也应一些国家要求 为有关国家提供了疫苗方面的帮助 有关合作 光明磊落 坦坦荡荡 至于所提到巴拉圭的问题 这是典型的恶意虚假信息 台湾有些人在背后做了一些小动作 华春莹强调 这个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 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这既是历史和法理事实 也是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 我们正告台湾一些人 不要搞什么政治操纵 造谣污蔑 因为这都是徒劳的 针对民进党当局 诬称大陆借疫苗问题施压巴拉圭与台断交 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24号应勋表示 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普遍共识 民进党当局在国际上搞两个中国 一中一台和台独行径没有出路 朱凤莲表示 关于疫苗问题 我们一贯主张让疫苗成为各国人民 用得上用得起的公共产品 并以实际行动向许多有需要的国家提供疫苗 或同期开展疫苗合作 我们反对把疫苗问题政治化 民进党当局贼喊捉贼 只会自取其辱 美国防部网站近日刊登一篇文章 出现台湾不是中国一部分的错误表述 民进党当局也对此呼应 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对此表示 美方有关言论是完全错误的 台湾地区是中国的一部分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 这是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 我们敦促美国政府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 慎重妥善处理台湾问题 朱凤莲强调 民进党当局挑战一个中国原则 不自量力也不可能得逞 据台媒援引外媒报道 立陶宛政府23号向国会提案准备修改公务员法 让政府得以派驻商务代表到国外 台媒称此举是准备派遣商务代表到台湾 朝在台成立所谓代表处的目标迈进 立陶宛经济和创新部长阿尔莫奈特强调 修法目的是让立陶宛在没有外交代表机构的地区 例如在台湾成立所谓经济代表处和外派商务代表 立陶宛外长林克维修斯声称 与台湾强化关系并不违背一个中国政策 此前针对立陶宛方面称 计划在台湾地区开设贸易代表办公室 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曾回应表示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 中方坚决反对包括立陶宛在内的建交国 同台湾互设官方机构或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交往 我们敦促立方坚持一个中国原则 恪守建交承诺 不要被台独分裂势力所利用 不要做有损双边政治互信的事 综合台湾中国时报联合报报道 台湾长荣海运公司超大型货柜轮长测号 23号在苏伊士运河朝北航行时 疑似遭遇瞬间强风吹起意外搁浅 造成运河双向交通大堵塞 这条全球数一数二繁忙的贸易交通路线陷入瘫痪 国际油价硬生上涨 当地时间24号下午 货轮仍未脱困 运河仍要恢复通行 至少需要两天时间 据报道长测号货船约400米宽59米 重达22万吨 是全球最大型的货柜轮之一 长测号此次载了大批货柜 原本预定31号抵达荷兰路特丹 熟料途中意外卡在狭窄的苏伊士运河 北向河道 动弹不得 船体几乎横向堵住运河 装载石油等商品的上百艘船只 大排长龙等待通行 为新冠疫情带来的全球供应链紧绷再添新的压力 联合报援引彭博社报道称 由于托船和挖泥船始终无法帮助长测号脱困 目前救援作业暂停 苏伊士运河管理局尚未对脱困作业做出最新说明 也未透露何时可以恢复通行 据报道 苏伊士运河长达193公里 是全球货运流量最大的水路之一 将原由从中东运往欧洲和北美的邮轮往来于此 每日约有100万桶石油经过此地 全球约12%的贸易和8%的液化天然气 亦经由苏伊士运河运输 若塞船状况无法缓解 恐将打乱全球能源供应链 连带影响国际油价和全球物流 据台湾中国时报报道 台资深媒体人赵少康日前在记者会上 建议改革中国国民党中常会引发讨论 国民党中常委提案 建议邀请赵少康赴中常会专题报告 以促进有效交流 25日获24位出席会议的中常委全数联署 党主席江启臣最后才是通过 赵少康随即表态愿意赴会 赵少康日前建议将中国国民党中常委人数 从现在的35人减为15人 身揭国民党政策会副执行长的新北市议员 林金杰提案建议邀赵少康到中常会专题报告 中国国民党25日下午召开中常会 24位到场的中常委全数联署 中常委谢坤红称有意见应在党内沟通 并主张既然可以邀赵少康来 其他可能的党主席候选人朱立伦 韩国瑜甚至侯友宜都可邀来中常会专题报告 江启臣表示 国民党是开放包容的政党 个别党员对党务有不同意见并不少见 相信不论怎样的意见都是为党好 为了让党务顺畅推动 江启臣最后才是本案通过 但只是邀请文字要中性改为专题演讲 赵少康对此欣然接受 他认为有沟通的机会很好 国民党有很多应该改革的事情 现在是最大的在野党 对民进党当局有很大的监督责任 不该让支持者失望 他预告将在中常会直言和大家好好沟通 该讲的都会讲 除了谈到中常会改革外 也可能对党主席初选内部选举等提出看法 甚至也可能公开征求外界对中国国民党的意见 希望会议全程公开 据台湾联合报报道 岛内3月22号开打阿斯利康疫苗 首批有资格施打的医护人员 即直接照顾染疫病例的第一线5.2万人中 愿意施打者为43% 而所有岛内第一线人员共18万人中 约6万人愿意施打只占三成 也就是说七成第一线医护人员对阿斯利康疫苗 并非全然接受 联合报特约作者翁明佑发文指出 这些第一线医护仍在观望的原因大致有四点 第一是3月16号开始的欧洲阿斯利康血栓事件 虽然欧洲药品管理局经调查后表示 无法证明血栓与阿斯利康的注射没有明确关系 但仍无法减轻民众疑虑 第二是因为报告指出阿斯利康疫苗 对南非变种病毒的保护力只有10.4% 第三点 此次施打规定不准许混打疫苗 也就是说 只要接受了第一剂阿斯利康疫苗 日后更优秀疫苗到货 都将没有机会换打 第四点是因为血栓的发生 跟诱发自体免疫反应有关 且多为55岁以下女性 护理人员大多数就是55岁以下女性族群 很难说服自己不去考虑血栓的风险 特别在台湾没有疫情的急迫下 观望会是更好的选择 据台媒报道 24号 台湾北部某医学中心一名40多岁护理师 于早上接种阿斯利康疫苗后不到10秒 出现急性过敏反应 全身起诊 脸部红肿 喉咙肿胀 心剂等剧烈反应 医生立即给予气管扩张剂 紧急抢救 生命迹象稳定后 将该个案送进加护病房观察 台湾流行疫情指挥中心统计 截至24号中午为止 已有3218人接种阿斯利康疫苗 23号则有1638人接种 好 以上就是本期两头条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再会 感谢您的观看 感谢您的观看